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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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像这个影片 如果想像这个影片 请订阅、留言、分享 请不吝点赞 还有就是 灑豆子 灑豆子就是把鬼 就是鬼赶到外头 然后把福留下来 象征一个新的一年 就是把货事、坏事都赶出去 然后把幸福 美好留下来的意思吧 就是算是一个 用日文说叫 福が 福がうち 好了先介绍今天的 慧芳卷 今天我们家有三种慧芳卷 第一个是 油炸辣虾的慧芳卷 它就是 就算是个紫菜包饭吧 然后第二个是 油炸猪排的 一个慧芳卷 然后还有第三种 寿司的慧芳卷 里边有黑金枪鱼 有那个 鰻鱼 还有三文鱼 还有虾 还黄瓜 还有一碗味冻汤 这个里边 有一个 这个东西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 鬼的形状 用这本是鬼 就是鬼的形 一个头形 还是很可爱啊 いただきます 不错不错 不错 不错 味道好极了 先吃这个 大虾的 就是包菜卷 他这个呀 吃的时候 对着一个方向 而且吃的时候 中途不能说话 我虽然已经破例了 但是 现在还是大家看我 尽量的吃 不说话了 好 吃完了 两个吃完之后 感觉饱了 个人感觉啊 虾的会方卷 还是比较好吃 比猪排的好吃 好 好了 现在开始弄 就是撒豆子 把柜赶出去的一个仪式吧 我们今天用两种啊 第一种是豆子 正确的是用豆子 是用豆子砸 然后把豆子撕开砸 这豆太小了 我们家的地方也太小了 把豆子扔出去之后 有空里引那个蟑螂 所以用豆子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用花生 这花生是我们公司剩下的花生 这花生可以直接吃 就跟咱们国内的花生一样 这是花生 来到最后三oln 热 热 乱 热 热 哇! 呀啊 我帮你忙 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啊 我现在来个花生吃 好了 把鬼赶出去了 然后把福留在 留在家里了 我现在要吃花生了 好这期视频到这了 喜欢视频点赞 关注期待你的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来 姑女是要花生姑女 花生 花生 拜拜